大家好,我是Margaret,欢迎收看今天的开始起跑线 纽约联储周一公布的一项最新指标显示 随着运输成本持续下降 全球物流的困难程度正处于自1997年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 即10月纽约联储编制的全球供应链压力指数 GSCPI已经跌至了-1.74 创下26年来的最低记录 全球供应链压力指数是纽约联储去年才开始对外公布的一项衡量供应链状况的指标 旨在解决现存指标大多仅聚焦特定领域无法全面反映 全球供应量紧俏程度的问题 该指标综合了大量常用指标 能够更全面地反映全球供应量的前代问题 9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3.7% 与8月持平 10月CPI数据将于下周二公布 克利夫兰联储的通胀临近预测模型目前预计10月CPI同比涨幅有望回落至3.3% 美联储的新英王卡什卡利意外放映 他表示 鉴于最近一系列强劲的经济数据 美联储可能不得不采取更多措施 已将通胀降至2%的目标水平 卡什卡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当经济活动持续升温时 他怀疑政策是否像目前假设的那样紧缩 所以如果看到通胀回升 实体经济领域的经济活动仍然非常强劲 那么美联储就可能需要采取更多的措施 他还补充道 他目前没有看到太多经济正在走弱的证据 FOMC对GBP增长转到惊讶 经济活动如此火爆让我怀疑我们是否做得足够 劳动力市场仍然非常强劲 如果通胀继续下降 那将意味着是时候结束加息 他还表示FOMC没有讨论降息的内容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王建军表示 内地多年来改革开放 资本市场为其中一个产物 未来会进一步的推动开放 当中会加强优化上市制度 支持更多的中资公司便捷的到香港上市 11月2日 减肥药龙头诺和诺德披露了三季报 三季度诺和诺德营收为83.4亿美元 超出市场预期的83亿美元 同比增长29% 净利润为32.01亿美元 高于市场预期的30.6亿美元 同比增长56% 其中减肥药VigoV三季度销售额为13.6亿美元 高于市场预期的11.49亿美元 环比二季度增长28% 较去年同期的1.64亿美元 增长了734% 近日龙基绿能发布消息称 美国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室 最新印认证报告显示 自主研发的金硅钙钙钙矿 叠层电池效率达到33.9% 这也是目前全球金硅钙钙钙矿 叠层电池效率的最高记录 作为第三代 非硅薄膜电池的代表 钙钙电池具有高光电转换效率 低成本 低能耗 应用场景广的优势 近年来获得了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 2021年末发展 钙钙矿电池关键材料 以及制备技术 同时被科技部列入 1045能源领域科技创新规划 和高端功能智能材料重点专项 就龙基绿能而言 此次金硅钙钙矿 叠层电池效率的突破 是公司纪 今年5月24日 上海国际光伏展会公布31.8% 以及6月14日 欧洲光伏展会公布33.5%之后 最新的进展 也是以该企业为代表的 中国光伏企业 在金硅钙钙矿 叠层电池领域研究领域的 又一次重大突破 从行业的未来发展而言 金硅钙钙矿 叠层电池技术的发展效率更高 更有助于产业降本增效 目前学界预测至少十年左右 才能实现金硅钙钙矿 叠层电池的商业化 好的 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开始起跑线 我们下期再见